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金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 那就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它的价值 比如咱们身上穿的衣服、裤子、脚上的鞋子 生活中的各种电子产品、汽车以及各种食物等等 而价值通常被我们用货币来衡量 通常东西越贵证明它的价值越高 那如果按照重量来计算的话 什么东西是世界上最贵的呢 首先第一个是一个非常常见 而且每个人都离不开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水 水在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必需物质 人体中有75%是水构成 所以人一旦离开水 最多只有7天可以活 可以说水真的非常重要 但是水这个东西它却非常不值钱 按照北京的水费标准 每克是0.00005人民币 这一听根本就不知道它是多少钱 所以水都是按吨算 一吨水是5块钱 另外一个非常常见的东西 也是以前建造房子时会用到的东西 那就是红砖 一块红砖的市价是0.4人民币 它的标准重量是2.63千克 如果按课来算的话 一克红砖大概是0.00015元 一吨红砖是150元人民币 接下来比红砖贵一百倍的东西就是铝 铝在工业上的应用非常多 每克的价格是0.015人民币 一吨铝是15000元人民币 它是一种银白色的青金属 由于延展性能非常好 在潮湿空气中还能形成氧化膜 不会像铁一样生锈 所以被广泛运用于航空 建筑 汽车等重要工业 接下来比率更贵的就是油 关于油 相信很多朋友都一定耳熟能详 在各种核实验 尤其是制作原子弹中 就经常会用到它 在地壳中 它的含量仅为百万分之二 是一种极为稀有的放射性金属元素 能对人造成强烈的辐射伤害 所以一般人还是要离油远一点 至于它的价格呢 是每克0.7人民币左右 接下来更贵的就是世界上最贵的汽车 这辆车是布加迪推出的一款汽车 它的名字是法语 翻译过来就是黑色的车的意思 每克价值65人民币 而这辆超级跑车的重量 大概是两吨左右 售价是1900万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 大概是1.3亿人民币 这已经不是普通人能消费得起的了 那么比这个布加迪跑车 还要贵的就是黄金的价格 黄金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贵金属之一了 相信很多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 都喜欢戴黄金首饰 而人们结婚的标配戒指 都离不开黄金 黄金除了被人们制作成各类饰品之外 还是人们投资保值的最优选择 现在黄金每克大概是382人民币 虽然黄金在人们的眼里还是比较值钱的 但它远不是最贵的材料 比黄金还要贵500倍的就是川 川也称超重氢 是氢的同位素之一 川在自然界的存在极微 一般都是通过核反应制作出来 用中子轰击里可产生川 自然界中的川是宇宙射线和上层大气间的作用而产生的 川的应用非常广泛 军事 工业 水文 地质等各个科学研究领域都用到它 人们可以利用它制造出一些有价值的物品 比如发光川管 川气 手表等 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贵 每克大概3万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每克19万元 这可比黄金贵多了 那么比川这种放射性元素还要贵的 就是世界上最贵的表 百达斐利的亨利格雷福斯超级功能坏表 亨利格雷福斯是一个银行家 他在1925年的时候 托百达斐利设计一款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表 百达斐利总共用了8年的时间 将这块表给制作出来了 而这块表是有史以来 人类纯手工制造的最复杂的表 它一共有24项功能 后来这块表在2014年的任意识拍卖会上 以2323万7千法郎拍了出去 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概是1.7亿 这个表中536克 所以算下来每克大概31万人民币 而比这块表更贵一点的 你肯定猜不到 就是香烟 准确的说是雪茄 一般雪茄每克在65万人民币 眼前这款 是一个名叫古尔卡的雪茄 这个雪茄一只100万美元 每只雪茄大概也就16到17克重 算下来一克就是56万人民币 接下来比这个雪茄还要贵的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东西 手机 这是一款世界上最贵的手机 名叫猎鹰粉红钻石板iPhone 6 售价是485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3.4亿 不过脑补军没有查到它的重量 初步估算普通的iPhone 6重量是129克 而它是用24K金制作而成 手机背面还镶着一块巨大的粉红钻石 估计这款手机大概在250克左右 这样算下来每克也就是136万 目前这个手机是一个名叫 尼塔安巴尼的印度女商人在用 那么比这个手机还要贵的就是要 这是一个名叫佐尔根斯玛的基因药物 是一种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药 这个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遗传性神经疾病 会造成人的神经元退化 肌肉萎缩 肌肉无力 最终导致死亡 这个药的价格是212万美元 终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460万 一小瓶药有5.5毫升 所以算下来每克260万人民币左右 接下来比这个药还要贵的就是钻石了 相信朋友们都不陌生 都知道它价格昂贵 女性尤其喜欢 都希望自己的男友在结婚的时候 给自己买一个钻石戒指 一个钻石戒指少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以上 而上面镶嵌的钻石也只是很少的一粒 不少男性朋友都会有点肉疼 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钻石 非洲之心 每克520万人民币左右 钻石通常不用克来形容 都是用克拉 为什么钻石不用克来形容呢 是因为一克等于五克拉 而五克拉钻石比较少 所以一般不用克来形容钻石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非洲之心 又叫库里南之石 是一颗3106克拉的钻石 折合乘客的话 大概是621克左右 这颗钻石是在1905年的时候 非洲的一个名叫普里米亚的钻矿里发现的 挖出来就3100克拉 当时南非政府就看好了这块钻石 以15万英镑的价格买走了 后来又把它当作生日礼物 送给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 后来英国国王把这块钻石切割成了 9块大钻石和96块小钻石 最大的一块有530.2克拉 被镶在了国王的权杖上 有人给这个钻石估过价 当时估价是4亿美元 所以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 那这个钻石每克就是520万人民币 而比钻石还贵的是一种放射性元素 看 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大约每克2700万美元 这算下来也就是1.9亿人民币 是黄金价格的65万倍 不过这种物质具有非常强的放射性 而且是非常强的中子源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合影爆材料 若是在制作导弹中加一点钻 威力就会提升成千上万倍 不过钻这种元素几乎都是人工合成 合成起来非常困难 价钱又高 目前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可以制造 美国和俄罗斯 美国一年的产量是0.25克 俄罗斯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而比坑还贵的就是世界上最最贵的物质 反物质 反物质是正常物质的反状态 当正反物质相遇时 双方就会相互湮灭抵消 发生爆炸并产生巨大能量 科学界里曾经对宇宙中 是否存在反物质一直有争议 但后来有科学家在实验中成功发现了反物质 自此反物质被证实是存在的 暗物质由于它的特殊 有人估价每克至少100万亿美元 当反物质被发现存在以后 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找收集反物质的方法和技术 美国为此还专门向太空中发射了反物质探测器 而我国后来也发射了反物质探测器 并成功在太空中探测到反物质的存在 宇宙浩瀚无比 同时又有着很多神秘的现象 无法用我们现有的科学理论去解释 后来科学家推断造成这种影响的正是反物质 宇宙中的反物质数量远超我们的想象 有科学家称 宇宙中大部分的物质都是反物质 这也能很好的解释宇宙大爆炸 即宇宙为什么一直在加速膨胀 反物质的能量非常巨大 而宇宙中大部分的物质又是反物质 如果人类能够利用这种反物质 那探索宇宙将不再是梦想 用反物质当燃料 可以让飞船的速度大幅提高 甚至达到光速 而人类想要真正探索宇宙 速度必须要超越光速才行 而要实现超光速飞行 也要用到反物质 暗能量才行 而宇宙的终极奥秘 可能也跟暗物质 暗能量有关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里面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方留言讨论哦